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 我是Leslie 今天Leslie又來到臨近珠海的中山坦州鎮 之前和大家介紹了坦州的樓盤 大家表示其實港車北上之後 整套來住下養老 度假都不錯 看過幾個項目 包括我和大家篩選的御風名門 中澳春城 街景康城 以及感受國際花城之後 想問問同樣有沒有一些具有港澳特色的樓盤 今天我就來到身後的金帝世紀城 金帝世紀城同樣覆蓋了非常多港澳業主 因為含蓋了一些對港澳客戶非常友好的服務 就是我們的跨境車通行 由金帝自己出資去運營 服務整體港澳業主 往來我們香港以及澳門 到底是怎樣以及產品如何 我們馬上進去裏面看一看 各位觀眾朋友 Leslie現在進入到金帝世紀城的營銷中心 其實說到金帝世紀城 相信有部分的香港朋友 以及敗量的澳門朋友會很熟悉 因為這裡含蓋了不少我們的港澳業主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以往和大家介紹的坦州項目 多爾包括御風名門 中澳春城 街景康城等 這三個樓盤距離珠海南灣的臨界線 可以說是相當之近 但今天所身處的金帝世紀城 它會相對靠近我們整個坦州的中部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在交通通行方面 有金帝最具特有的特色 稍後和大家介紹 而在平時 假如我們以DD、Uber 這種出行方式來計算的話 對比起剛才提及的三個項目 僅僅多了五到六分鐘的車程 但它所身處的位置 在面對坦州本來的配套上 會更加豐富 我們去看沙盤 看一看整個項目的情況 各位觀眾朋友 移步到我們沙盤的位置 其實金帝世紀城以往 我們都和大家介紹過 在這裡和沒有看過的朋友 重溫一下整個項目的數據情況 金帝世紀城由中山本地開發商 金帝城置業開發有限公司 去鎮行開發 而它的佔地面積為八萬三千平方米 建築面積約三十三萬平方米 商業配套同樣達到一萬五千平方米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到沙盤的部分 整個金帝配備了環繞式的商業街 並且已經全部出售 目前基本無太多的吉報 另外總戶數方面達到二千二百二十八戶 共十九棟的高層所組成 車位比達到一比一一七 陸化率35% 容積率3.0 物業管理費為三元每平方 正裝交付 產權為七十年的純住宅 同樣來看看 這麼多座數 目前主要在售的 其實是屬於我們十一座 十一座採取兩梯四戶設計 而目前主打的是屬於我們三房至四房的戶型 首先留意我們的01戶單邊位 是屬於我們118.63屏的四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而另外的02戶會特別少少 面積更大一些 123.22平方米 但在標注上它屬於一個三房兩廳兩位的設計 而03戶屬於我們目前最細面積84.99平方米 三房兩廳一位的單位 而04戶屬於97.02三房兩廳兩位的設計 其實說到金帝世紀城 我認為它最大的特色 是對於我們港澳客戶的一個友好度 大家要知道 金帝是自己出資去招攬我們的跨境車 以及平時可以往返口岸的車輛 供我們的港澳業主使用 亦都將我們這個完整的介紹圖 卡上我們的畫面 讓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我們可以見到有四種不同的車型 首先屬於針對我們口岸 以及金帝世紀城的往來線 由金帝世紀城出發 到達我們的華法雙都 拱北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 每日有七班車輛 集中在早上7點、9點 中午1點、2點、3點 以及下午5點 而在7點 同樣 往返的車輛 即是從港珠澳大橋出發 或是拱北口岸 甚至是華法雙都 而甘帝世紀城 由早上的8點、10點 到中午的11點、30分 以及下午2點、4點 還有晚上的6點以及8點 除了我們通往珠海及口岸的線路之外 其實針對澳門和香港客戶 最重要的線路 我認為是它的跨境線路 首先澳門線 可以直接由我們的金帝世紀城 去到澳門新葡京的位置 但留意 每日往返只有一趟 由早上的8點 和晚上的8點 去進行組成 另外針對我們香港的朋友 每日有兩班車 分別由我們的8點半 以及下午的3點 而返程的時間 就為中午的11點半 以及晚上的7點 大家可以見到 香港線路由金帝世紀城 會出發到廣州大橋人工道 直至荃灣 最後去到太子 另外方面 價錢在這張表上 沒有去顯示出來 但可以跟大家說 非常之優惠 例如我們澳門的直達線路 僅僅收取20元 而香港的直達線路 收取多少 130元 車輛配備的 是我們常見的七人車 以豐田的Alfa 和Velva為主 這個價碼 我相信 假如平時有自己坐過金巴 和自己港車北上 都會知道 真是便宜到不得了 怎樣預約呢 成為金帝的業主之後 有我們的跨境車群組 只需要提前在群組 進行預約便可 所以大家會看到 金帝為何禁受港澳朋友的歡迎 對港澳朋友來說 的確是提供了非常之多便利性 而稍後 我們也要看看 到底十一座余金在售的產品 到底如何 合不合大家 立即出發 成為早上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就来到位于金帝世纪城11座10F的位置 在我身后属于目前在售两个相对较小的三房单位 刚才介绍大家知道分别有我们85平的三房两厅一位 还有我们97平的三房两厅两位 两次在如今的现代人居需求里面越来越重要 所以当然看下97的单位 入门方面同样熟悉的胶标防火防烟门加上智能门锁 左手边就是属于入门通顶柜 不过很明显看到较为slim一点 还有深度明显不够 所以我们的鞋就要斜摆 假如大家其实摆对球鞋都比较敏碎 这个要谈一谈 进来之后其实整个风格的搭配做得比较不错 当然在胶标上就没有我们这些软装 餐厨的部分足够大家摆放一张四至六人的长餐桌 而延伸过去厨房的位置 採取我们长方形的布局 方方正正同样相当好用 但大家留意 其实未来我们使用的进出方向是不对的 因为这一边放了我们的冰箱位置 烫门的位置其实会常关在这一边 所以大家的出入口就会放在这一边的位置 值得留意的是 金帝世纪层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做了一个整体风窗的效果 会令到我们的这个厅堂的感官会更加舒服 但是就并非是一个交楼标准来的 所以大家还需要花一笔少少的钱 地板通铺之后延伸过来这一边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通铺和风窗最好的效果就是 令到我们的彩光面更加舒服 看整个内缘景的部分都尚算不错 通过我们这条走廊来到我们正区的位置 首先是属于客厅部分 而去到第一间房就是我们的儿童房 这间房相对来说会slim一点点 同时是没有一个全尺寸的飘窗袋 大家都知道坦州的项目 偷面积上是非常之厉害的 目前在这个97屏的单位上 说真的未令我发现有惊喜的部分 转过来看看第二间房的部分 这个应该才是坦州项目的标配 全尺寸的飘窗台除了可以令到你有更多功能之外 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我们整体的彩光度 如今是下午两点钟的时间 大家看到虽然我们室内开了灯 但依然都可以感受到其实的彩光面是相当之舒服的 最后来到主人房的部分 一个大套间的设计 然后延伸过来依然是坦州标配 全尺全窗台 可不可以打的呢 跟大家上次分享过 通常一些飘窗台 上下有梁 分别是上下梁 是不可以打的 所以就不会像预风名门的 做一个飘窗台的位置 后期大家可以打了它进行使用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睡房的空间 一间摆放一张米8床 加上双边床头柜和标准衣柜 都绝对没问题的 97平的三房单位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不过我自己呢 中二的户型就在下面这个 不用心急 我们马上来看看一个四房的设计 通过我们的电梯堂之后 我们参观一下 我们属于边户的单位 可以看到其实左手边分别就是我们123平的单边位 当然在图籍上它显示一个三房 但是它不是的 因为部分第四间房 它是作为我们的偷空间的 而另外我自己会更加喜欢这个118 为什么呢 因为开发箱做了一些另外的设计 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 通过我们的大门进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通顶圆关柜 那么不要紧 大家可以考虑在外面的位置 做一个简易的鞋柜 来解决一下我们平时摆放鞋的问题 而进入到单位内部 首先第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偷的空间 这种设计大家对于中山或坦州库已经很熟知了 在外面中空的位置进行倒楼板 形成我们单位内部的一间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客户都觉得坦州的实用面积耐小很多 因为它们在部件上有更加方便的操作性 而来到我们整个厅堂的部分 采取的是南北通透的设计 当然就不是双露台 餐厨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自己是挺喜欢餐厅这边这个view的 因为看着的是属于我们正门口中庭的位置 包括泳池 以及我们的网球场 儿童玩乐场都在下方 假如是周末度假平时带小朋友下去玩 爸爸带小朋友下去玩 妈妈还可以在这里观察到下方的情况 厨房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方方正正 建议大家其实做什么呢 做隐藏式 在这边增加多一个常温储存 会更加很小一点 而同样来到我们客厅的位置 整体的开间达到一个4米的水准 同时 通铺了整个露台之后 真的非常之阔落 在这边这个位置 我自己最近就喜欢了踩单车 我觉得在这边摆一部 假如是室内的单车动感单车 我觉得其实看着外面的view 做一下运动我觉得都不错 好 来看看房间的部分 首先是我们第一间的客房 我们可以看到客房依然采取 全尺寸的飘窗台 整间房对于一个儿童房来说 我认为是绝对足够 同时父母房也够用 这个单位看到现在 我认为它的实用面积 才符合我们坦洲水准 而同样再过来我们这间 第二间的儿童房 做了一个 Tatami的设计 利用了全尺寸的飘窗台 打造了较有氛围感的房间 我相信10岁以下的小朋友 对于这种设计 一定会比较喜欢 好 而去到后方 就是属于我们的客厅的部分 四房的设计 很多朋友可能会考虑三代同堂居住 而可以看到它赠送了一个 全 免费的飘窗台 这个飘窗台就比较适合于我们老人家 或者有较小的婴儿 洗澡的时候 借用一下 而最后两间房 可以看到开发箱 在我们的过渡的尾端 增加了一个门口 将主人房和其中的一间房间 融合起身 过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间房 它做了一间我们的衣帽间的设计 我自己个人来说 会比较喜欢做一间我们的图内书房 会令到 就算是刚才所提及的三代同堂居住的时候 作为我们可能是中年辈的私隐度 依然都是比较高 有一个私密性的空间 而同样 足够的厅堂大小 亦都可以令到我们这个 一家人 欢聚一堂 而睡房的空间绝对足够大 大家看到的 摆放一个我们标准尺寸的衣柜 同时也都形成了 与我们套似睡房的屏风 在风水上 相信大家都觉得会比较舒服一些 而出回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睡房的空间 我自己觉得 这张床小一点 既然买一个四房的大单位 我不介意 其实换了一张我们标准的六尺大床 甚至乎一个两米乘两米的大床 床头柜方面 买小一点就足够了 同样 飘窗台的尺寸 亦都充足 可以保障整个单位的通风 以及裁缸 两个大精装收的示范单位就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收楼楼标准 各位观众 现在我身处在同样11座11F的位置 刚才我们看示范单位位于10座 而今世纪城在11楼的位置做了交楼标准 供大家进行参观 我认为这个做法相当贴心 同样 来看看这个我自己喜欢的118平的胶标 进入单位的内部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倒楼板的整体位置 而出回整个厅堂方面 除了我们一些长身的软装之外 其余的并无大致区别 并且在我们厅的位置 就有风管机搭配给大家 而出面露台的位置 就看回大家认为是否需要 采取这个风窗的设计 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大家留意一下 外面的地砖颜色搭配 其实跟我们屋内的地砖搭配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露台会下沉一点点的高度 假如大家要通舖的话 就可能不需要更换我们外面露台的地砖 将我们这个过堂的位置 做一个梯级形成一个比较舒缓的过渡就可以了 好 看看房间的部分 不过 不好意思 我们看看天花的位置 我觉得有点抵散 就是大家会看到 不会很dry的全部用白色的雨胶漆 也会做一些小部分的造型 包括黑色的铝索条 令到整个天花的感官来说会较为舒服 并且我们在走道的部分 你会看到天花的造型同样会有不同的design 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整体感受 房间的部分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覆核木地板 和白色的雨胶漆 洗手间方面和示范单位基本完全一致 所建即所得 而刚才我所提及的 假如大家喜欢示范单位的设计 就可以在这一边加一个门套 以及加装一个门 将最后的两间房 全部形成主人的空间 主人房的胶标 以及我们的套仕 好了 其实今集的甘帝世纪城 参观到这里也差不多 刚才我们说回 在片头的时候我们说 为什么今天来拍甘帝世纪城 因为坦州的盘的确有特色 除了之前我们和大家所介绍的 余峰名门 中澳春城 街景康城 以及感受国际花城之外 甘帝亦都属于在坦州 针对港澳客户 有它非常独有的特色 小区整体圆林并不算差 感官来说也相当不错 并且属于一个现楼状态 8月份就要收楼 而这一条片出街的时间 应该是我们说的7月份 所以大家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买现楼的状态 即买即入住即犯证 对比坦州之前和大家介绍的 几个楼盘 大家又认为甘帝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而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contact上方的电话 联系我们取得最新的资料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